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LINXSEL编程与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阶段 SEL脚本的综合实验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主要讲 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 SEL与SEL的组合 然后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例 然后第二个是SEL与PHP脚本语言的组合 第三个就是SEL与加倍语言的组合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SEL与数据库的组合 这些组合能完成一个复杂的案例是不一样的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讲SEL与SEL的组合 完成这样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干什么的呢 是监控数据库流复制任务 好,什么叫流复制任务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下这个案例里面的 这个组统数据库的流复制方案 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使用的服务器有哪些 第一个是主数据库服务器 就是MySQL的主数据库服务器 然后我们一般都叫MySQL的Must服务器 然后第二个是从数据库 A服务器就是MySQL的从数据库 从数据库 第三个是从数据库B 对不对 好,主数据库 对不对 好,主数据库在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插入删除 或者是更新 正常操作发生的时候 它数据库肯定发生变化 对不对 然后主库会记录它的这个Binlog日志 这个Binlog日志 就是记录了我的Circle语句 如果你是update的话 那么它记录update 如果你是delete的话 它会记录delete 如果你是truncate的话 它会记录truncate 所有的这种操作日志 都会记录到Binlog里面去 然后我们看从数据库A 一旦从数据库与主数据库 建立了一个数据同步 然后从数据库上 就会开输两个县程 第一个是IO县程 第二个是Circle县程 这两个县程是公司不一样的 IO县程负责读取 主数据库的二进制日志 然后呢 将这个主数据库的二进制日志 然后写到 从数据库本地的中级日志里面去 中级日志 然后呢 由 从数据库的这个Circle县程 负责 读取这个中级日志 读完一条 它会在数据库里面执行一下 然后 发生变化的话 它会更新本地的数据库 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一直循环网负责执行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主于从 之间的数据的实时同步 也不算是特别实 也不算是叫实时 它有稍微有一定点延迟 这延迟对我们的业务来说是可以忍受的 啊 好 这是从数据库A 然后从数据库B呢 和从数据库A的角色是一样的 它都是从数据库 啊 好 这里面这个这个 同步的这个状态图 我就不画了 啊 大家对这个刘富士的一个任务 要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脚本的功能呢 就监控这个什么呢 监控这个主数据库 是不是正常的 然后同数据库A 是不是正常的 同数据库B 是不是正常的 啊 并且啊 他们的留复制任务 啊 留复制任务 就是IO现成 与Cycle现成 是不是 都正常的啊 主要监控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们看一下脚本 然后这脚本主要分为 这几个部 第一个是监控主库的脚本 然后第二个是监控存库B的脚本 然后监控存库C 啊 这个应该不掉 不掉监控主库A 这个监控主库 下面也监控存库A 存库A 然后存库B 存库B 这样的 然后最后呢 是合并脚本 就是将这个主库的脚本 和存库的脚本 这两个存库的脚本 合并在一起 合并成一个脚本 啊 也就是share share和share的组合 然后组合完成之后呢 这个脚本在运行 啊 运行过程中 对这个流复制生物进行监控 啊 好 然后我们大家首先看一下 这个监控主库A 是怎么监控的 好 首先呢 编写主数据库 它的监控脚本 这个脚本名字叫什么呢 叫checkmaster live.sh 好 我们看一下服务器 看一下服务器 看一下服务器 好 叫vii checkmastermaster live.sh 好 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好 注释监控数据库是不是可可用 好 定义主数据库的 主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就是lockhost lockhost 3306 端口是3306 好 好 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因为我使用一台服务器 我怎么定义 怎么这个 这里面这个三台服务器啊 再说一下 好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三台服务器啊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其实我是用一台服务器来完成的 具体是 每一个端口 代表自己一个服务器 比如说 3306 代表着主库 3306代表着主库 然后呢 3307代表着重库A 然后3308 代表着重库B 这三 这三 这开配三个端口 也是开配三个实力 3307和3308 作为的是同数据库的实力 他们从3306来获取信息 好 这个环境就是 就这样的 然后呢 定义端口 4306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主库的端口 然后呢 然后 时间 我这把这个时间 给他汇取到 好 怎么检测 主数据库是不是成活 这个命令看一下 大家了解 必须掌握一下 是 通过MySQL 客户单命令 对不对 -u指定户名 -p指定密码 -h指定连接的主机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些参数 -p指定连接的端口号 这些参数一定要掌握一下 然后-e 执行命令 执行什么命令 执行什么命令 再来个1加1 1加1等级2 对不对 这是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计算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数据库 存在异常的话 比如说它死掉了 你去执行这条命令 它肯定是执行 肯定是得不到这个结果2的 对不对 只有它正常的话 才会反过2 这是主库 好 判断 如果上面这条命令执行成功 说明主持续库 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 然后我的body 我定义一个内容 这个地址 然后它的主持续库服务 这个端口 好 这错了 如果上面命令 返回结果是不为例的话 不为例的话是失败 是不是 好失败的情况下 我定义这个内容 定义内容 这个地址 然后它的服务 然后它的端口 error 然后去检查 然后呢 这个什么时间 把这个时间都带你了 然后呢 输出这个body 然后呢 最后 定义这个转型接口服务 这是个转型接口的服务 定义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可以将这个内容 传到我要发送的这个手机号上去 这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调接口 调转型接口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案例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返回结果 对不对 如果这是不等个零 如果相反的话是等个零 对不对 如果它等个零的话 那么它的收入库服务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教育就给大家讲完了 好 我给大家运行一下看一下 好 s s s 看运行一下 结果 好 1加1等于 对不对 好 那个然后呢 本地输出库服务3300 是正常的 这是手机库的监控方式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如何监控重货A 监控重货A 也算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编写同数据或A监控脚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数据或的监控是怎么监控的哈 大家看一下哈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应用大家可能对这个如何监控同数据服务的这个留复制任务是不是正常 我们不太了解 我给大家说一下如何监控这个监控这个同数据库的留复制任务哈 好 明显这样一个命令 查查看 我当前运行的数据库实例 是不是有个3307和3308 对不对 这是两个同数据库服务 然后3306 就是运行的主库服务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同数据库服务 不行 可不断命令 关于U-ru 筒p i-s 直接跟这个套街字 这套街字的地址什么呢 啊 在这里 好 少465 这个命令 sleague status这个名字 主要看一下这个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我刚才说了是不是 一个是RO线程 另外一个是circle线程 对不对 同数预顾有两个线程 一个是RO线程 另外一个是circle线程 这两个线程 在状态都是yes的时候 才表示 我的同数预顾服务 是正常的 如果说有一个yes 有一个no的话 那说明 这同数预顾服务 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监控的核心 是要找到这两个yes 这两个参数的 这两个yes的状态 统计是不是有这两个yes 好 如果有两个yes的话 如果这两个参数的值 都有yes的话 这表明 同数预顾 它的留复制任务是成功的 否则它是失败的 好 就这样一个原理 让我们看一下教本 给它解释一下 我测试1651.x看一下 如果是点测从数据库服务的核用线 定义数据库服务的主机 这个IP地址 端口号是这个端口号 同样的是 定义它的时间 或者端性的时间 好 定义一个临时日志文件 这个日志文件 对不对 好 我清空这个日志文件 因为每次都要执行的 定时执行的 所以说我为了安全起见 我要把这个日志文件给它清空 好 然后呢 生成 从数据库的一个状态的日志 什么命令呢 刚才说了 对不对 然后马赛客户的命令 -u指定后面 -ps定密码 -h指定主机地址 -p指定端口号 然后-e指定 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叫收3-5-stated 就显示数据库的状态 -g表示纵向列 纵向列 然后呢 我们只要获取 那参数呢 第一个是 用以规律命令 然后区分大条写 获得3-5-riding 还有3-5-circle-riding 这两个参数 就是IO线程和 Circle线程 它的当前运行状态 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屏蔽掉 -steo-circle-riding-state 把这个东西去掉 我们这个不需要参数 不需要把它显示 然后呢 将这个结果收入到 临时日志里面去 这是临时日志 临时日志啊 好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命令 叫这个参数 叫mark 标记 等于到达符 后面里面是个命令 然后用awp 这两个yes的值 是不是有两个yes 因为我这个临时文件 临时文件里面啊 它是专门记录了 这个 sd5-radiang sd5-radiang和sd5-circle-radiang 这两个参数 对不对 如果是 它这两个都是yes的话 那么表示成功 好 所以说我也计算 这个临时文件里面的 yes的个数 如果是两个的话 就表示成功 如果是非 不是两个的话 那么它 它同顺部同步 是失败的 好 我判断 立义复判断 义复 这里面一个判断 如果到了Mark这个状态 如果是等于2的话 说明有两个yes 对不对 那么说明同数据库服务是正常的 那么否则呢 同数据库服务是非正常的 把这个端口这个值带上 因为这我们可能308 所以这个可以带上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正常的话 我们是不是下面还可以加一个脚本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 加一行 要用这个短信监控的 这个短信接口 对不对 cow sms sways 对不对 下方就不写 下方就要短信接口 好 这个教育就执行完了 这个教育就讲完了 我大家执行一下 叫fscheck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地址 它发现链车服务是正常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二步 就是调试运行 刚才我调试了 对不对 好 结果是正常 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如果308端口是不正常的 是什么情况 好 目中的服务器 将这个客户的线 把它停掉 看一下 这个 好 是不是两个意思 对不对 好 我停掉一个 刀 好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都know了 对不对 那肯定不是两个意思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一个RO线程 还有一个cycle线程 是不是都know了 这是两个多为know的情况 在我们这个运用过程中 会发现很多很多这种 由于数据库同步 异常导致的数据库同步有问题的情况 比如说 它的IO正常 但是它的cycle停止 或者是它的这个cycle正常 IO这个线程它停止 总之 如果是这两个值 有一个不为yes的话 它就是非正常的 好 对吧 问一下的启动值 以后我们启动就来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看 如果 同数据库服务是 不同步 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 其实说 这个 这个地址的 这个同数据库服务 关口 是非正常的 对不对 是非正常的 这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再起来 大致 好 那我再执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正常了 对不对 normal了 可能是abnormal 好 这就是监控 从数据库服务的脚本 然后呢 监控这个 从数据库服务的脚本 从数据库服务的脚本 我们要经常来回调试 如果说有的 是bug 我们来回来修改 一直修改到 这个脚本 是能比较稳定的运行 维持 也就是我们第三步 确认 从数据库服务的脚本 是健壮可用的 你不要说 你不要把脚本写成说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可以 那说明这个脚本 是不健壮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这个 在编写脚本的过程中 一定要保证说 1就是1 0就是0 要有绝对的把握 监控这个 这个服务的 这个运行情况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监控存库B 监控存库B的方法 其实是一样的 它是因为监控存库A和存库B 它都是 方法都是一样的 它的脚本是check165.3 看一下 轻控一下屏幕 它方法是一样的 它端谱是不一样的 只有这个区别 只有这个区别 它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IO的线程和cycle的线程 是两个必须 状态为yes 才表示这个 同库是同步正常的 否则 它是非正常的 好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看一下 这个是监控同库数 这个是监控同数入户B Normal 对不对 正常 然后我们登录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3308这个 同时就不得状态吧 登录云用哪个客户的命令 看一下 这些同学 这些同学 不太熟 好 好 这个3308就可以了 3308就可以了 同样的命令 只不过把这个套接次 这两个状态 这两个状态 其实必须为yes 这两个状态 好 这个脚本就讲完了 然后 还是确认你的同时就不健康脚本 是不是健庄可用的 一定要 注意一下 你的脚本 一定要是健庄的 好 监控主抗A 监控重库A 监控重库B 这三个脚本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进行第四个步骤 叫合并脚本 看下合并脚本 脚本合并 上面我们刚才也写了 有三个脚本 第一个是监控主数据库的脚本 然后监控同数据库A的脚本 还有监控同数据库B的脚本 啊 将这三个脚本啊 合并 合并到 叫checkdb4954.0.3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啊 怎么合并 大家有点一下 这个合并很简单 叫checkdb4954.0.3 db4954.0.3 功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监控主库服务 输出 不说了 然后执行监控主数据库的一个脚本 然后呢 如果监控同酷的话 把这个监控同酷这两个脚本也加进来 啊 这就是合并啊 类似这就是合并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个脚本都要写到这里去 那写到这里面去的话 是不是很长啊 啊 我们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只有这里面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个 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脚本 好 这样就加完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脚本 看一下这个监控是不是可行的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 好 监控主数据库服务 好 这个输出 主数据库服务是正常 然后监控同数据库服务 啊 然后提示你 这个地址的 同数据库服务的3007端口是正常的 然后3008端口 是也是正常的啊 这个合并脚本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这个组统数据库的监控任务 那就完成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三行就行了 然后呢 最后 这个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个脚本的见脑性已经测试过了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综合的脚本 然后再说这样 这个就是数据库的留步任务 监控完毕啊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 这个负责任务的这个脚本啊 加入到定期 定时运行任务里面去 比如说 我每五分钟 实行一次 或者每十分钟实行一次 或者每两分钟实行一次 可以定义这个监控的这个周期啊 然后加脚本里面去 然后呢 让这个系统定时检测 如果有故障的话 那么 等你本身接口 然后将这个信息 发送到你的手机上去 啊 好 这个那个 今天这个这个这个 案例 监控数据库 留复制任务的这个案例呢 就讲完了 大家一定要想 一定要回去 好好想想 如何监控主库 监控同库的啊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作业 新的客户作业这样子 然后呢 第一个是手段掌握 主同数据库的监控方法 啊 包括主库的监控啊 主库是怎么监控的 然后从库又是怎么监控的啊 大家好好想一想 了解一下 有必要的话 你查一下这个 MySQL的官方文档啊 啊 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MySQL的主要监控 它的 它的 详细的一个 说明 然后第二个是 第二个就是这样子 因爲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只用了 那个 一組32 س coaches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这个相传环境中 有六部阻 Th disappointing 乱评库《服务器》呢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产品数据库 然后第二个是论坛数据库 第三个是文章数据库 第四个是广告数据库 第五个是商家数据库 第六个是日志数据库 有这几座数据库 然后每一组数据库里面呢 有一台主库和两台同库 一组要从 典型的一组要从 如何优化我们的特代码 就是如何优化我们现在的特代码 实现这六组对这个六组数据库的 主动任务性监控 你想想 怎么把这个 怎么这个 批量的监控这六组数据库服务器 六组数据库 六组这个组统数据库服务器 大家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 第二个要求就是说 让大家 如何优化这个代码 我们之前 学过的这些函数 是不是在这里面可以使用上去 好 然后今天的这个 这节课就讲完了 然后大家回去好好看一下 好好继续的消化一下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讲完了 我们我们下次客战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